你已经杀了江武 打算什么时候攻打万路门 这般心急 这是我给你六合天衣剑的原因 不要着急 你先回万路门 帮我打探一下消息 我斟酌之后便知晓何时动手 你想知道什么情况 我去封魔山时 见到了丽尘兰 其周身的魔气 似乎已经到了 无法控制的地步 其功法不至深浅 你先去看看 万路门进来有什么动作 好 至于陆昭瑶和万路门 你放心 陆昭瑶必须死 这一切都是起源于魔王之子 所以 魔王之血最终也要 终结在我的手上 你 你